一个丸子火锅的故事给大家吧 有一次 临毕 不是毕业 临放假 对临放假 临放假 我们说马上放假了 咱们庆祝一下吧 就在宿舍里吃个火锅吧 有人准备锅底 有人准备汤料什么的 谁去买的 买的那个 不是陈赫给我打电话 说你在哪 我说我在外面 他说你买点东西 咱们算火锅 你也在外面 然后我们买的 四个人不约儿童 买的全是丸子 没有别的 只有丸子 大丸子小丸子 那时候流行有一种丸子 叫五厘米大好丸 我都不知道 吃五厘米哦 直径吧应该是 吃 吃完了 都是丸子呀 吃不完了 就放假了 走了 没收拾 对 没收拾 他以为他收拾 他以为他收拾 本来说是你收拾 你就没收拾 然后你还买了一个柚子 不过是我的 是不过是你的 但是你没收拾 你还买了一个柚子 买了一个柚子 放多久价 放了一个多月了 暑假 暑假 要暑假 咱们那屋就爆炸了 还好是暑假 我第一个进门 我一开门 本来那锅 一月之后 对 就是 寒假嘛 寒假我第一个回去 本来那锅就这么大 里面的丸子全都 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长到这么大 杜江那桌子上 那个柚子 已经长出疼来了 真的 我把你收拾了 太夸张 就是所有的柚子 都绕着他那个 床旁边那个铁棍 都绕上去了 马上就要长到 他床上了 你还这么大 五厘米大好丸 所有的小丸子 全部都膨胀成 五厘米大好丸 所有的五厘米大好丸 都变成了 二十厘米大好丸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生活了好几年 没有 我们把锅扔了嘛 连锅就 希望你们十年之后 以后都继续这样这事 今年就十年了 有吗 有了 十一年了 从入学那天算的话 到今年 今年九月就十一年 对 这等着你毕业十年啊 你们觉得 郑凯身上哪些东西 没有变 包括他今天的这个状态 就比如说 作为同学 你们是怎么看 陆江你觉得吗 郑凯是比较仗义 张念伦呢 就假仗义 然后呢 郑凯这个仗义呢 应该 他其实不是说 啊 我一定要为你去做什么事情 或者 什么两肋插刀 现在没有那么多插刀的机会 但是他就给人一种 就是如果说我出了什么事 我打电话 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真的是比较关心 对对对 在乎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 还是挺淡定的哈 没有说 现在火了 就是参加各种各样节目 跑男啊都 然后有那种臭毛病 我觉得 该有臭毛病的时候呢 没怎么被惯着 到现在能有臭毛病了 已经习惯 就像那时候也有一记者问我 说啊你现在应该火了 挣钱了 你又没有大手大脚的花 我说 想花的时候没钱 能花的时候已经习惯 节约了 我特别理解你 这一点他倒真的是挺节约的 我记得第一次啊 去香港 去哪呀 第一次去香港 我带着他逛街 他逛 名牌店一概不喜欢 就喜欢买一些小玩意儿 我觉得郑凯这一点 还是先几夜 买了一台手机 他买实用的东西 几天几夜 逛了几天几夜 买了一台手机 还是跑到特别远的那种 那种电子城 就相当于北京中关村 那种地方 在望角 逛 买了一手机 特别开心 花好多钱 然后买完之后 第二天早上 说杜佳 你能再把我 带回到那个电子城吗 我说怎么了 我要退 我说为什么呀 昨天刚刚买 你也曾这样 想念一个人吧 想念的时候 就来听一首好行歌吧 添加微信公众号 NNNNV5 每晚八点 让你听到最 光中花雨冷 牵着你的手 如今多少情 微信公众号 NNNNNV5 把最好听的情歌 送给你最想念的她 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 输入NNNNNV5 选择搜索出来的 好听小情歌 再点击关注 千万不要关注错了